男人在回家的路上发生可怕的事 等刚本06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废弃的硬颈中 大腿上出现一道深深的伤口 很明显是刚才掉下来的时候被墙上的铁管划到 他赶紧扯下领带系在大腿上 防止大量的鲜血不断涌出 幸运的是墙壁上还挂着一个梯子 可不幸的是梯子中间断了一截 刚本先是艰难地爬了上去 打算伸手抓住上面的梯子 但由于距离较远 尝试了几次都未能成功 无奈他只能脱下大眼 准备奋力一跃爬上去 这一下摔得可不清 让原本受伤的大腿更加雪上加霜 他朝着洞口呼喊了半天 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时正是凌晨一点多钟 想必大家都已经回家睡觉了 奇怪的是他的手机也不见了 在包里翻找了半天 只找到一个朋友送的打火机 在火机的照明下 他这才找到了掉在角落的手机 然而此时妻子的电话却无人接听 无奈他又给好友和同事打了过去 但尝试了几次 竟然没有一个人接起电话 最可奇的是 就连钱尼友都不管他的死活 直接挂断了他的电话 凌波打的用户正在睡觉 不想被打扰 除了要一起睡的 其他人请稍后再拨 就在他焦急的不知所措之时 前女友就像良心发现一样 终于给他又回拨了过来 刚本06先是假惺惺的和前女友问候了一番 接着就把自己目前的处境说了出来 前女友问他具体在哪个位置 可刚本说他昨晚喝多了 现在大脑一片空白 只记得他和同事是在瑟谷的酒吧喝的酒 为了确定自己的位置 刚本打开地图看了一眼 果然现在所处的地方离瑟谷很近 前女友说他开车十分钟就可以过去 让刚本再坚持一下 没想到刚挂完电话 天空就滴滴答答的开始下雨 没过多久 前女友终于打来了电话 可对方说刚本就是个骗子 他已经来到了附近 但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废弃的印记 刚本焦急的让他再好好找找 自己的腿伤越来越严重 前女友建议他还是报警的 警察更了解附近的情况 然而让刚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警方居然和前女友一样 他们派出人马对刚本所说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 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印记 他们甚至怀疑刚本就是喝多了 故意报警扰乱秩序 此时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他只能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突然他又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打开手机录像 把手机抛向空中 试图拍摄一些井口外面的特征 然而尝试了几次之后 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拍到 或许是拍摄的高度不够 于是这次他卯足力气把手机抛了上去 和各位聪明的网友想的一样 手机竟然被卡在了梯子上面 更让刚本感到惊恐的事 此时下面传来一阵刺鼻的味道 原来刚才他无意间竟砸坏了燃气管 索性自己包里还有一卷胶带 他赶紧用胶带把管道的缝隙堵上 随后又起身用文具包把手机打了下来 没想到这次果然拍到了一些东西 看起来井口外面有一个白色的房子 但是画面非常模糊 具体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地方 绝望了他再次爬到梯子上 准备最后起飞一次 如果再得不到救援 就算不饿死也要被雨水淹死在这里 突然他又产生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立马拿出手机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 为了赢得更多人的同情 他还故意换了一个女生的头像 把自己目前的悲惨遭遇发到了网上 期待广大网友能够救他出去 随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底下的一个洞口突然冒出很多白色的泡沫 此时前女友再次打来电话 询问他伤势怎么样了 并让刚本拍张照片发过去看看 前女友一看就着急了 说这样的伤口必须要想办法缝合起来 否则很快就会发炎 将来就算出去也可能要截肢 说着就询问他包里有没有针线啥的 刚本翻找了半天只从里面找到一个定书器 前女友说他们兽医经常会用定书器给动物缝合伤口 虽然这不是医用的定书器 但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将就这用门 甚至还给他发来一份教程 刚本心一横 打起定书器就按在了伤口上 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伤口终于被缝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 网络上很多人被刚本的帖子吸引过来 网友们歌书几件 讨论该如何拯救悲惨的刚本小姐姐 也有很多看热闹不嫌是大的瓜皮 有的说刚本可能被外星人劫持了 也有说如果救出刚本的话能不能做他女朋友 不过更多的还是热心人 他们纷纷出谋划策 向刚本询问一些重要的细节 可让所有人感到疑惑的是 刚本所说的区域根本就没有下雨 网友们也发来了此时的天气分布图 色谷的北部有几个城市此时正在下雨 但距离至少几十公里 有人猜测刚本应该是被人绑架了 但为什么手机的GPS会定位错误 有一位网友问刚本是不是和人结仇了 这个问题瞬间就让刚本意识到什么 他经过一番思考 终于想起了一个可疑的人 由于自己的工作能力突出 社长甚至把女儿都嫁给了他 这让公司里的另一名员工非常嫉妒 经常会在工作的时候排挤他 昨晚公司聚会的时候 也是那个同事给他递来啤酒 难道同事给他的酒里下药了 一想到这里 刚本立马在聚会录像上 把同事的照片截图 然后发在网络上悬赏500月圆 请网友帮忙抓人 此时洞里的泡沫越来越多 再出不去早晚就会被淹死在这里 刚本只能站起来给网友发信息 他听到了外面有火车的声音 附近应该是有一条铁道 随后他又从录像中发现了一个井盖 于是赶紧截图发到网上 没想到果然有人通过井盖和铁道的线索 锁定了一个位置 这里是位于距离色谷50公里的一个村子 其中还有一个网友说他此时正在开车 马上就要到那个村子了 热心的网友表示他一定会救出小姐姐 这可把刚本开心死了 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得救了 然而此时地下的污水越来越多 泡沫马上就漫过了刚本的腰间 他只能暂时爬上梯子等待 谁料此时脚底下却被绳子缠住了 无论他怎么使劲都不能动弹 很快污水的泡沫就淹没了他的脑袋 还好经过一番努力 他终于把脚下的绳子拽了出来 这才有惊无险地爬到了梯子上 他立刻把现场的惨状拍了下来 希望大家尽快过来营救自己 此时那个热心网友终于来到了附近 男子还打开了直播 希望更多的人见证奇迹的出现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印记 原来此人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他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蹭网络的热度而已 随后便宣告营救失败关闭了直播 对于骗子的这种可耻的做法 网友们纷纷站出来谴责 与此同时地下的泡沫再次冒过了刚本的头顶 就在他即将窒息而死的时候 他突然把手伸向燃气管道 扯下刚才绑上去的胶带 接着便掏出打火机 幸运的是如此巨大的威力 钢本居然毫发无伤 那些地下污水和泡沫也全都被炸得烟消云散 此时前女友又打来了电话 询问他是否还活着 可就在俩人里请我容之时 被炸开的泥土中居然出现了一具尸体 看到这里钢本瞬间就慌了 手机也吓得掉在了地上 他害怕的并不是尸体 而是他知道这具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旦尘封已久的记忆涌上心头 原来就在十年前 长相丑陋的钢本一直单身找不到女朋友 自卑让他产生了一种极端的想法 为此他在一个雨夜敲开了同事的房门 残忍地用铁钩将对方打死 又将同事的尸体扔到了这个硬颈里 并用泥土掩埋了起来 之后他拿出所有积蓄 去美容医院做了手术 从此之后他就替代了同事的人生 果然同事的精致脸蛋就是好使 很快就得到众多女孩的青睐 其中就包括社长的女儿 最终他狠心甩掉前女友 赢取了大老板的千金 现在他终于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冷静过后 钢本瞬间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因为一旦让网友或者警察找到这里 他将面临多项重罪指控 于是他假装自己已经得救了 他也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但实在不想把这件事闹到警局 原因是凶手就是当年哥哥的女友 当时自己非常反对哥哥和那个女孩交往 没想到十年后那个女孩还在继承 这才把他陷害掉在这个警里 为了让这个谎言看起来更真实 他甚至还又注册了一个女性的小号 在评论区里带节奏 众多网友也都纷纷声讨 谴责那个莫须有的背锅侠 就在他以为事态扭转的时候 警方再次打来了电话 一名警员说他们也关注到了网络上的信息 通过广大网友的帮忙 他们已经锁定了刚本的具体位置 现在警方正在派人和救护车往过赶 让刚本再坚持几个小时 刚本害怕的说不需要麻烦警员了 他已经爬出来了 可警员却警告他千万不要乱动 他们还有其他事想问问刚本 难道是警方已经知道了什么消息 紧张的他赶紧开始抛筒 打算把尸体掩埋起来 可就在此时前女友又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刚本自己已经来到了这里 说着头顶就果然掉下来一根绳子 刚本兴奋地抓住绳子就往上爬了 他先是顺着绳子来到头顶的梯子上 接着便通过梯子成功地回到了地面 然而让刚本感到疑惑的是 眼前的女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前女友 女人还叫出了刚本真实的名字 没等刚本反应过来 女人就直接骑到了她的头上 随后就用记号笔在她的脸上画了一个圆圈 原来此人正是被刚本杀害的同事的女友 他早就怀疑刚本是冒充的 经过十年的调查 这才打算报复这个不要脸的男人 行动前女人早就入侵了刚本的手机 并把她的联系人都换成了自己的号码 怪不得当时刚本打了很多电话都无人接听 唯独前女友打了过来 因为前女友也是他冒充的 现在女人就是想为死去的男友复仇 但在处理前必须先把男友的这张脸给扒下来 刚本害怕地不断求饶 为此还演了一出苦情戏 说他即将要成为一个父亲了 临死前能不能让他见一眼自己的孩子 女人果然动了恻隐之心 把手术刀丢在了地上 他上前仔细地看了看深爱多年的领带 随后便起身准备离去 没想到刚本居然从后面偷袭 用领带死死地勒住了女人的脖子 他想将女人也丢下那个印记 这样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真相了 谁料就在他缓慢地来到井口的时候 突然一只冷剑穿透了刚本的眼睛 原来真的有一名热心的网友找到了这里 小男孩拿着一把母剑逐渐靠近 他以为井口的女人就是网上发帖的印记女 为了让更多的人见识到他的勇敢 男孩很快就把现场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井下的刚本这次摔得更重 就算不死也应该半身不随了 他还嘴硬地说自己才是受害者 让男孩赶紧救他上去 然而此时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鬼话 男孩吃力地拉过井带没有丝毫犹豫 彻底地把刚本关进了黑暗之中 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疼痛和恐惧 让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